大家好,上期视频上传的Index TS-V24版本收到了大量好评 很多人说这是目前最强的情感复刻工具 语气、情绪、呼吸都能被精准还原 但也有网友反馈,要是能控制语速就会更加完美 所以这次我带来了支持语速调节的版本 希望这次及时的更新能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 如果这期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留言关注 这是我继续更新AI工具的动力 整合包放置在调整语速版本的文件夹下面 点击进入直接下载 下载完成后,必须放置在固态硬盘 同时也是每次提醒,也每次都有人犯的错误 要使用7Z解压,解压后的路径不要包含中文 首次启动时,如果你使用过Confi UI 程序有可能加载你本地的工作流 会出现报错的情况 点击左上角直接关闭就可以 再点击加号,创建一个空白工作流 回到项目路径,把语速控制工作流脱入UI界面 左上角第一个节点用于上传音色 是你要生成的音色风格 第二个节点用于控制情感 对语气和情绪进行调整 如果你不熟悉英文,可以查看下方的注视节点 里面有中英文对照 第三个节点Index TTS2 Advanced 是整个流程的核心节点 它负责将文本转换为语音 同样在右下角我提供了中文的参数说明 方便你查看和调整 语速控制按钮是下面的Speech Speed 一是正常语速,网高设置是变慢 右上角是输出节点 负责将生成的语音保存为文件 一般情况下这个节点不需要额外修改 默认参数已经是最合适的设置 核心节点的大部分采样参数 我们在上期教程中已经做过详细讲解 如果你对这些参数还不熟悉 建议先观看或收藏上期教程 这些参数的设置方式适用于绝大多数语音克隆项目 这次新增的主要是三个参数 语速控制精度设置和输出增益 其中最下面的Output Gain是输出增益 用来调节生成音频的音量大小 数值与音量呈正比 数值越高,音量越大 U-Star FP16是精度模式开关 默认关闭 关闭时模型使用全精度FP32进行推理 生成效果最稳定 但显存占用较高 开启后会启用半精度FP16模式 这能显著减少显存占用提升推理速度 Speech or Speed是本次程序的核心功能 它是实现语速控制的关键参数 通过调节这个值 可以让生成的语音变得更快或更慢 让语气节奏更贴近你的需求 和其他参数不同的是 Speech speed的数值越高 语速反而越慢 数值越低 语速越快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正常语速和1.5倍语速的对比效果 大家好 我是Index TTSR 我的核心功能是语速控制 如果你对这个功能感到满意 希望你能收藏点赞并留下评论 谢谢你的支持 I love you 大家好 我是Index TTSR 我的核心功能是语速控制 如果你对这个功能感到满意 希望你能收藏点赞并留下评论 谢谢你的支持 I love you 我们可以看到 当语速设置1.5时 速度过慢 会导致声音出现轻微形变 通常建议的语速区间是0.8到1.2之间 现在我们把音量稍微调小一些 来听听效果 大家好 我是Index TTSR 我的核心功能是语速控制 如果你对这个功能感到满意 希望你能收藏点赞并留下评论 谢谢你的支持 I love you 语速明显变慢的同时 也不会影响语音的质量 当然这只是当前工作流的核心功能之一 Index TTS的真正核心能力是情感克隆 情感控制共有三个节点 其中Index TTSR Emotion Vector 对应于VBY中的情感向量控制 可以通过滑快直接微调参数 但要注意所有参数调整后的总和不能超过1.5 否则可能导致情感失真或音色异常 下面的加载音频节点用于导入情感参考音频 它对应于微步UI中的使用情感参考音频功能 使用该功能时需要点击节点上方的连接图标机或此节点 然后点击Index TTSR Emotion Vector上方相同的连接图标 关闭情感向量控制 这样才能启用情感参考音频输入 大家好 我是Index TTSR 我的核心功能是语速控制 左下方的Index TTSR Emotion from Text节点 对应于微BY中的使用情感描述文本控制 想要使用此节点 只需在输出端的Emotion Vector上拖出一条线 连接到Index TTSR Advanced节点的Emotion Vector输入端 然后在文本框中输入你想要的情感描述 即可生效 大家好 我是Index TTSR 我的核心功能是语速控制 宝宝们 喜欢这个吗 给我个点赞评论好不好吗 爱你 摸摸他